我覺得失去親人的痛 是很難可以用任何的言語說出來 作為影片的導演 我不特別去彈歌怎麼樣 我彈它直接帶給我的感受 它給我的感受是一個直直的筆直的朝向一個方向去的什麼 的情感的思念的追憶的懊悔 所以一彈然後有一個人要把那個燈洗掉 幸好我們這機器進去就要彈起來對不對 因為它就看不到了要盡量彈 我們在製作前端其實是很愉快的 很快速的達成共識 我們對歌的感覺是非常一致的 並且也得到了一個允許 有關將這樣直接的感受 以非常直接的方法來表達 我們都有失去至愛的經驗 而且我現在彈的就是死亡 能不能答應我 臨變時候或許你就先走 徒留感傷就請你留給我 讓我面對你往後的寂寞 這是一個複雜的工程 必須要說如果你願意看完整個影片的話 這個漫長的隧道 這個有關生命世俗的說法 從人間走向天堂的這個漫長的隧道 你看了影片就會知道它要搭建起來並不容易 而且它是一個有點微觀的世界 它大概是一個120到80左右的一個窄小但深邃的隧道 這個隧道我們希望能夠 讓裡面的每一個細節都能夠 都能夠發出它的氣味來 發出它的質感來 發出它的聲音來 就像我剛才說的 那是我們所有伴隨過 而至愛的離去的人 都曾經體驗過的事情 所以它是個蠻複雜的工程 燈沒開 燈沒開 一號門開 鐘到 七號門開 我們幾個鐘到 走到 別動 我 無力撐過去 我們先轉 都燒焦了 沒有 沒關係 我們燒焦 還有一個巨大的困難 就是你要讓攝影機能夠平順地從它走過去 所以我們必須搭設一個非常長的軌道 這個長的軌道使攝影機可以盡可能平穩地走過去 而當中的某些不平穩 則是我們希望它呈現的某一種不穩定的狀態 然後機器如何通過高溫 這也是一些技術 我只能說整個籌備的時間相當長 好 歌主就位 我們要正式來 好 開機 死別有的時候就是他人家的事 你不太會關心 但當他發現在你的至親至愛的人身上的時候 其實你會經驗一個非常錯綜複雜的情感的體驗 這個體驗就是你會不斷地自我辯證 到底死後有知還是死後無知 真實的狀況是 你的任何呼喚的聲音 哭泣的聲音 都不會有回音 但我們的思緒確實被離開的人帶著 一直走 經歷整個他死亡的過程 其實就是完整的經歷一次 這是我們自我想像一次死亡的過程 所以悲傷的就是 就是到最後你會發現 只有你一個人